假如我妈是顶级杠精 妈 咋还没到家呢 不是五分钟吗 我说我下车了走五分钟就到家 我还没下车呢 那你咋还不下车呀 我还没到站呀 那你给我找啥呀 我下车了马上跑回家好吗 你别给我打电话了 你到底在哪呢 我在车上呀 你把电话给他妈的 我都不认识人家 快点 大爷 你能跟我妈说句话吗 是没有我在公交车上 你谁呀 我这是照车呢 谁是赵志刚呢 我呀 你谁呀 我是赵志刚 你跟我儿子在一块呢 你是谁呀 行三狗 我不认识啊 你咋跟他在一块呢 你到底谁呀 我是赵志刚 赵志刚是谁呀 孩子 我水牙上来了 我快给你吧 喂妈 行三狗 我真没跟你说过 别跟学长那些不三不四人在一起 我跟谁在一起了 赵志刚 谁是赵志刚呢 我是赵志刚 你们想咋的 行了 我下车掉鱼去了 别给我打电话了啊 谁呀 您好 这是您在赵志刚买的手机 收手机到了吗 你买新手机了 哪来的钱啊 不是 这不在赵志刚买的 二手F11 才1780 比星期便宜一大半呢 这么新还这么便宜 靠谱吗 你还别说靠谱的很 赵志刚买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 每台手机都经过真正检测 成色有保证 上面的二手平板和电脑也很不错 全都保留一年 真心推荐 买二手就得买官方验过的 等你过来来说吧 你接在哪儿呢 我在公交车上呀 那你把电话给司机 我给司机干啥呀 你没在车上 我在车上呢 那你让司机接电话 师傅 你到这儿停下车 咋了啊 我马上你接电话 你有病啊 你骂什么呀 喂 你谁呀 我司机 你有事吗 我这到哪儿了 快到那个火庙庙了 还有多少时间 七八分钟吗 他刚才跟我说五分钟呢 就想要七八分钟了 不是大姐 那是你们的事 我是司机 我只管开车 那你跟我找谈啊 我给人家咋的 我都可以找 真有邪的 喂 行僧狗 你就跟那些不上不四人玩吧 都快跟我找了 人家是司机 我不管 给你两分钟给我倒架 哎 脑枯了 你谁呀 我是赵志康啊 我遇见的那些 非正常客户 喂 你好 哎 那个我想给我家空调买个罩子 多少钱啊 您现在方便量一下空调的尺寸吗 啊 这个怎么量啊 这个 您大概比量一下 拍个照片发给我就行 啊 行 那你等着 哎 好 哎 好了 你看看 好的 我看一 您得量一下 不都量了吗 您得用尺量 啥尺子啊 啥尺都行 哎呀 那你早说呀 等着 哎 好 发过去了 你看看 好的 我看一 您这样我是看不出来的 不是 你不用尺量吗 是用尺量 但是你得连空调吧 哎呀 那你把话说全了我 一点不专业 不是 我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等着吧 好 拍完了 发回去了 好 稍等我看 你怎么就 不是 你就告诉我 你吃过我手 我就是 空调 你手机出问题了吧 你能换个手机给我打吗 那我就一个手机啊 你去转转买一个手机啊 啥转转 转转呀 转转你都不知道 我这台iPhone11 转转买 再换了1780 比行李便宜的一大半 跟行李一样 关键转转是一个 官方验二手 人才每台手机都经过 真实检测 还有一天质膀 我的电脑和平板 也都在上面买的 真心推荐 买二手就买官方验过来 想想 那你先放空调吧 你给我解决了啊 那你得告诉我尺寸啊 我都给你几遍了 不是 你得把尺子放到空调上聊了 你这样让我也 不是叫实际长度啊 放到空调上面聊 对 哎呀 先这样 等着吧 这叫麻烦 拍过去了 看看 这会都爆了吗 说话呀 不是把尺子放到空调上 你刚才自己 说把尺子放空调上 你听录音吗 我说的是 把尺子拉开 再放空调上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把尺子拉开 放空调上聊 行 我再信你最后一次啊 放个 多少钱 我不要钱了 行吗 那也行 那你给我送过来吧 你只刷一下 放开了 哎 你去帮我 空调我好好 你给我空调是吗 有人帮我 我遇到的神仙王怪 您的余额已不足 请及时充值 12号机的充20 好的 充值成功 卡上余额20元 可以了 好嘞 哎先生 现在店里有活动 充100赠100 考虑一下 行 那我再充80 好的 充值成功 卡上余额100元 可以了 怎么还是100 对啊 不是充100充100吗 您刚充了80啊 我两次加起来 不就是100吗 本次活动 仅限三次充值 不那我充80 不就为了补那20吗 可训统小事 您只充了80啊 不是 您先别急 本店还有拿5X 赠网费活动 您可以参与一下 行 你等着 5X了 赠网费吧 赠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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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一千呢 那退不了的 凭啥退不了我 你刚不说都能退吗 是啊 八十都退你了 不信你再数数 那我那一千 怎么退 那您可以再升级一下至尊会员 这就是啥呀 至尊会员是可以无限次提现卡的一个员的 好 什么条件 希望您在店里免费办公一个月 好 要我做什么 连仙 终于退了 十三号机再充二十 现在在这也有活动 充一百 赠一百 考虑一下 分动瞬间 回来了 快点东西放在哪 吃饭了 你舅妈来了 先给床垫铺上 马上 吃饭了三马 来了 来来 快尝尝 快吃 你大姑姜牛排可香了 慢点吃 别着急 对了大姐 我儿子下学期转九中去了 是吗 九中六要进 小虎没事过来 大姑给你做好吃的 大姐 你明明没有我意思 你看你们家离这么近 我今天是小虎在你家住的 那学校租租费一年不少钱去了 行 正好我们家空了个卧室 啥样我收拾 就这屋 不收拾收拾 买张床 哎呦就这屋 也忒埋下了 我回头好好收拾收拾 那不是收拾的事 那小虎都是这家孩子 那不能住次卧 那要不跟我住一屋 可不行 你老儿爷当我儿子小喜 那这 要不跟你闺女住一屋吧 小姜 这不合适吧 女儿子 哎呦她刚刚说中她懂啥意思 跟你闺女一屋还能辅导她小喜呢 走着呢 让你点的屋看看去 走 嗯 这屋还算个人住的 哎呀哈哈 这床真得干啊 这床 行了 儿子 就住会儿吧 不是 这 不好吧 不好啥不好 再说你闺女没这还乐意呢 什么 我不乐意 你有啥不乐意的 我妈还没嫌弃你呢 舅妈你有点过了吧 你跟谁俩呢 哎呦 我牛排 哎 你扔我扔牛排干啥 我扔的是我家牛排 这也是我家房子 让你人的住是情分 你没资格挑挑拣拣 懂吗 我就想让我玩的过得好点 有错吗 那是你的事 你平时跟母家叫我喝溜了 我们家欠你的 我咋叫我喝溜了 我不就是她跟你妹住一屋吗 一男一女共处一世 你觉得合适 那有啥不合适的 妈 哎呦 老爷 啊 我牛妈玩跟你住一屋 哎呀 那感情好玩哪 不是 啥意思呀 好像 他到场屋代表他 哎 跟啥 儿子 儿子 别动我吧 嘿 嘖嘖嘖嘖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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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就回 啊 啥 啥 啥